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 交向台南之爱 台日交流公益音乐会将于3月16日 午晚间在台南市文化中心登场 目前音乐会已卖出8成3的门票近50万元 将在音乐会结束后 全部捐给美善基金会等6个社服团体 帮助弱势学童之用以及花莲振栽孩童 而日本北海道山小牧师台日交流 清善协会也响应捐助60万日元 台日交流公益音乐会是游戏议员采望全服务处 台南市青少年纪市民管弦乐团主办 这一次连续第13年举办的公益音会 今年音乐会演出门票所得 全数捐给台南的美善利新加福 伊点瑞富联新元6个社服团体的弱势学童 及花莲振栽孩童 身兼南市青少年市民管弦乐团 团长的市议员采望全 与来自日本北海道的鸟乐号 驿管乐指挥声乐家卢琼荣 笑皮琴家林昌龙 以及各社服团体 今天在南市议会召开316 台日交流公益音乐会记者会 为若是学童及花莲振栽孩童而行 现场也带来Grenada 台湾百合飞去送黄花灯演出外 另外也预告3月16日的音乐会 包括小提琴家苏显达钢琴家王文均 大提琴家刘叔专等音乐家均将参与演出 蔡旺权表示 目前音乐会除了已售出8成3的门票 近50万台币将在音乐会结束后 全部捐出外 他的好友鸟乐号一除了 一无来台演出 更带来了日本北海道山小牧市市长的祝福 及山小牧台日交流 亲善协会共60万日元的捐款 一起响应捐给若是学童 支持有意义的音乐饗宴 鸟乐号一说 2011年311日本强震时 台湾市最大的伸出援手的友人 感动了所有人 此次他也带来山小牧市长 颜苍博文亲笔信给蔡旺权 表达感谢及祝福